身后背着40米长的大刀 手提怪揪剑的武林高手光勇 同时也是暗杀团的组长 今晚他冒雨执行任务 目标是伪装成商团 抠运霹雳弹材料的杀手组织 光勇拔剑加入战场 一名杀手直接透心凉 队友也得以解围 不过此刻事态阻击 他将长剑扔给队友 两人立马冲向另一边战场 只见他以雷霆之势 抹了一名杀手的脖子 下一秒又将另一人给捅了 不再停歇地转过身来 握紧手中的怪揪剑 一招横扫千军 那群向他冲来的杀手手当其冲 转眼间被斩杀殆尽 剩余的杀手眼看不妙 立马掏出大宝被霹雳弹 一股脑地朝他们扔去 暗杀团成员不免有些慌神 唯独光勇吻了一批 缓缓拔出背上的揪魔刀 只身上前拦住飞来的霹雳弹 一声轰隆巨响 顿时火光乱窜 却一点事情都没有 甚至刀身都更光滑了 这时光勇找准时机 提着大刀立即冲上去 杀手们吓得落荒而逃 可光勇并不会给他们机会 不一会就将杀手全部歼灭 成功完成这次任务 又一次维护武林的秩序 可就在队友放松警惕之际 一名杀手猛地抓住他的脚 当他们不由一惊 反应过来想要补上一刀 却发现其身上挂满大宝贝 其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就是要拉他们一起下地狱 光勇瞳孔一缩 然而火光乍现 队友转身看了他一眼 但他也无能为力 爆炸很快将他吞没 一朵蘑菇云从原地升起 然而光勇却捡回一条小命 只是被炸飞挂在悬崖处 但他也伤得不轻 手中的大刀掉落 此时连他抓住的藤蔓也断开 自身也一同坠落 陷入昏迷的塔 毫无防备掉入水中 不知在水中漂浮了多久 才艰难上岸 可就这么一回公路 花光力起的他再次晕倒 这一幕把刚好路过的石冬吓得不轻 石冬回过神来 连忙上前查看他的状况 看他浑身是伤昏迷不醒 于是连忙往家里跑 喊来家中的大人将他拉回去 并帮他治疗伤势 不过情况依旧不容论文 毕竟没有当场陨落都已经是万象 这时张家小姐张连突然过来 又把石冬吓了一条 石冬连忙拉自家小姐到一面 告诉他这是一个秘密 随便救路边受伤的武士 有可能会遭遇大祸 所以要对此事守口如瓶 但张连不是很在意这些 就此服伤乃之则所在 于是他亲自走一趟 看见光勇的伤势之后 连忙让他们用最好的药治疗 遇到这等事情 他绝不能袖手旁观 同时也帮他们隐瞒此事 走的时候 还不忘给石冬一个你懂的眼神 时间如白鞠过席 光勇恢复十分之快 惊呆了黄老他们 又过了一段时日 光勇已经恢复得差不多 只不过他眼神黯然失色 在一个夜晚 他便想悄然离去 不料正好被张连撞见 光勇回头看了他一眼 场面突然安静了几秒 但他并没有说什么 收回目光直接离开此地 石庄的守卫实属离物 发现刺客不上网 反而给他们指 今天石庄庄主大板宴席 招待张家 美其名消除两家多年恩怨 为江湖的繁荣和发展做贡献 张家主信以为真 其余人也没有丝毫怀疑 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张家人果然太天真 还不知道这是一场红闻宴 刺客悄然出现 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张家武士就遭遇偷袭 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刺客十分迅猛朝他们冲去 直接一击致命 还好有一人逃出来报信 可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被一刀给了结了 张家家主此时才敢动了 喊石庄庄主赶紧出手 石庄庄主这时还在演 下令让武士挡住他们 并让张家人赶紧躲起来 直到他不经意间的嘴角上摇 张家家主才知道上当 张家最后损失惨重 然而武林盟不作为 只是让他们等待调查结果 更惨的是 几周后收到最后通牒 逼迫张家交出大量的地盘 张家人被弃得想立马开战 但如今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反抗 彭家的支援也还没有到 张家家主决定花钱 请高手来帮忙 黄老有先见之名 给家主留一封书信后 早早出发 去找五年前那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跋山射水 终于来到当年那人留下的地址处 修整一顿后 才发现一旁的小石堆 石堆上的刀斩落叶 正当他仔细端量的时 那个男人回来了 两人许久没见 开启闲凉模式 了解他如今的生活后 黄老开始犹豫了 还是光勇打破这甘大的局 知道他来此找自己肯定有事情 黄老才开口请求他帮忙 将张家这段时间遭遇讲述一遍 光勇建议他向武林盟求援 但盟内早以为时装马首是站 所以黄老才来此拜托他 帮忙拖延一些时日 等到那以五虎断门刀威震一方的彭家来源 张家便能度过这一劫 本来黄老的请求并不高 光勇却还是拒绝了 因为他从未保护过某个人 今后也不想再动刀 哪怕是为救其他人而杀人 听到这个理由 黄老有点受伤 于是将一本人民录给他 上面记录了张家每一个人 那可是三百个活生生的人命 只要你去 或者就能救下所有人 黄老此刻十分激动 你愿意眼睁睁看着那么多人 白白丢了性命吗 就算身份卑微 也有活下去的权力啊 然而光勇还是无动于衷 所谓的江湖 一旦没了生存能力 就没有名分或者大意滞留 这话让黄老十分愤怒 没有力量就只能去死 就只能被强者杀死 这就是江湖 你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是强者了 你的父母亲一出生就是强者 面对黄老的灵魂拷问 光勇依旧沉默 我们之所以还活着 是因为有人默默帮助我们 人们最渴望的是 自己祈求帮忙时 有人能挺身而出伸出援手 说罢黄老便收拾东西离开 你还记得第一页那叫石东的海 五年前 在你冰死之时 第一个发现你的人就是他 我也是被他带过来救下你的 你知道那距离有多远吗 起码二十里 那个十岁不到的孩子 气喘吁吁跑回来 呼着求我去救你 不觉得可笑吗 那么弱小的孩子 居然会是你的救命运人 他就是你口中的弱者 你之所以还能生活在此 还能和我坐在这里聊天 都是多亏了那些弱者的帮助 记住 江湖也是有人生活的世界 随后黄老将去往张家的地图流散 变头也不回地离开 光勇拿起人明露呆呆看你 五年前石东的话语 突然在脑海中响起 光勇将人明露丢进火堆燃烧殆尽 来到石堆处进行跪拜后 将石堆拨开 取出旧魔刀和怪鸠剑 前来支援张家的武者曲巅峰 上演蒙眼砍棉花彰显实力 将手中棉花抛到空中 等在场所有人开始紧张时 曲巅峰才拔刀出手 只是一眨眼的攻入 他就完成了出招 张家主这时还看不出什么名单 可就在这时 空中的棉花团全部炸开 变得像血一样细小 场上顿时一阵欢呼 招揽他回来的二长老 更是激动到热泪盈眶 等黄老确认过是完全看不见之后 张家主也知乎厉害 另一名武者黄真手不甘事 只见他大吼一声后 朝空中的棉花团冲上去 直接开启乱砍模式 一旁的黄老看呆了 棉花被斩成一根根碎丝 这么精彩的表演 又引来一阵阵欢呼 就连张连都激动地站起来 对着华丽的招式着迷 最后轮到华山派领子 同样将棉花团扔向空中 将自己大刀拔出 施展着朴素无华的招式 刀影乍现 然而结束得有些草率 相比前两名 没有跳远 也没有什么特别 招揽他的三长老十分尴尬 就只有这样子了吗 可等张家主看到落下的棉花 忽然猛地站起来惊呼一声 梅花 林子晨十分嚣张地将手中的棉花吹一口气 棉花便飘落在张连手中 上面雕刻的梅花让他大惊 这才让他见识到眼前这家伙的厉害 场面在此热闹起来 张家主对他们的实力非常满 立马给他们三人赏赐白银十两 他们实力越强 就能给张家更大的帮助 张家人都为之高兴 然而黄老却有那么一点失落 自己没能将人请来 张家主安慰一顿后 他也开始释怀 那三人武功强大到让人震惊 或许梅拉也是好事 可就在他放下此事时 却被告知有个男人找他 当他看到来人正是光勇 把他激动地立马哭上去 光勇被他这夸张动作捣骂 等他冷静过后 不过黄老并不在乎这个 他更在意的是 光勇是否也能蒙眼砍断东西 比如蒙眼砍断棉花之类的 光勇表示没事故 黄老则退而求其次 护蒙眼斩断掉落的棉花 或者把棉花斩成为花壮 说着说着 黄老自己都觉得这要求太奇葩 谁会闲得没失恋那段 随即他将黑不递出 跟光勇说了早上的事情 有人蒙眼将十多个棉花瞬间斩断 还有人将十多个棉花斩成发丝大小 最后一人将三个棉花斩成了梅花 所以他才想让光勇也试试 好让他也可以在别人面前炫耀一门 光勇看到旁边的棉花 依旧一脸的瓶颈 那个真有那么厉害吗 见识过三位舞者的表演后 张连忍不住尝试一番 虽然气势十足 但功夫却没有到家 还把手中的剑甩沸 砸中在探戏的石东 看到自家小姐一领歉意 石东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劝他别太勉强 应该继续学习医术 然而张连知道学医救不了张家 即便家族来了舞者 他依旧十分担心 石庄高手如云 见张连一脸忧愁 石东见状连忙上前安慰 还拍胸口保证绝对会保护他 可不等他说完 张连便喊他躲脚落去 他又要开始了 同一时间 在隔壁庭院的光勇也开始出手 按照黄老的要求 判断空中飘落的棉花 看到棉花不见踪影 光勇一度怀疑自己退路 殊不知是被吹到隔壁去 这时张连还在一顿乱挥剑 还自我感觉良好 当他看到石东手中的梅花时 惊呼出声 难道我是个天才 石东听闻直摇头 突然这朵梅花画 漂浮在空中形成雪花 石东连忙爬上围桥 然而光勇早就离开了 跟黄老来到住的地方 稍作修整后 便开始入定 房子的整个布局顿时映入脑海 可突然他猛的睁眼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许难受 刚好有仆人给他拿来衣服 光勇连忙让他等一下 问他这里有没有酒 与之同时 张连找到内总管 想要找出当时在韩正堂练功之人 是否是那三位武者之一 不过内总管并不知情 只告诉他有个小道消息 欺客之人的某人 住在南宫苏东客栈内 张连闻言一惊 小时候他就听父亲说过 从不树敌 行踪若风般挑呼不定的神秘武者欺客 那人有着帅气的脸庞 腰间挂着一把短月刀 那便是传说中的默克 虽然这个情报真假还有戴考量 但默克这个名号太小 张连认为有必要走一趟 如果能招募这等全国籍的高手 那张家实力必定大掌 这时黄老刚好过来 得知他想要出去时 黄老当即制止他 现在非常时期 谁知道时装会不会玩阴招 张连也不是看不清形势 只是那人值得他冒这个险 黄老听到是默克时 不由被吓了一条 但依旧不支持他这么做 然而在张连再三请求 黄老只好同意 不过有个条件 他必须和一个人同行 那人便是张家的护卫 号称风云刀鬼的默克 但是在光勇面前 他也只不过是个弟弟 前不久光勇还在喝着小酒 眼神也变得忧郁 不由想起以前一个伙伴 是个嗜酒成性的家伙 一旦不喝酒全身就发痒 当时光勇还十分讨厌 依赖酒的那种默克 可不曾想到 他也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需要酒精来麻痹自己 还有那个伙伴 应受不了任务的压迫 选择了自禁 让光勇感慨万千 太过善良的人 不适合干这一行 不等光勇继续伤感 他作为护卫的 第一个任务就来了 黄勇请求他 待在张莲小姐身边 确保他安全回来 光勇答应下来 立马赶到他们身边 石东看见他身上的武器 立马就想起 他是五年前的那位 来到马车上 光勇只是简单告诉他们自己 张莲发现他浑身酒气 而且还带着四十米长的大刀 喝一柄奇奇怪怪的剪 不免有些失望 在他的认知 武者是不会用这种武器的 不过光勇并没有在意 毕竟他不当武者好多年了 说罢便闭目养神 张莲尴尬地直扁小嘴 只好继续找话题 告诉他这次是要去找默克 只不过光勇那泰然的神情 让张莲十分郁闷 认为他不知道默克是谁 殊不知光勇确实不知 当听说他是七克之一时 光勇才明白过来 不由感叹七克变了 没想到张莲此时还喋喋不醒 述说着默克的强大 光勇打断他问道 所谓的强大 到底指的是什么 起初张莲还以为他在耍自己 可看到光勇那认真的眼神 张莲便说出自己的看法 所谓的强大就是武功的强大 只要有强大的力量 才能战胜别人 光勇闻言沉默许久 并没有直接反驳他 只凭小姐所言 他就不是强者 仅仅是武功高强而已 武功高强的人 光勇见得太多了 乐山月刀张春末 单从斩断陆林十八寨之一的龙虎寨 武功不是一般的强大 却连第三次任务都没提 被杀手砍断了脖子 傲慢是罪魁祸首 梅华剑手百剑月 和梅华追龙白无星 只因犹豫片刻 就被力剑穿透胸膛 另一人目睹这一幕失去理智 最后被杀手砍断脖子 还有一代剑豪白重剑 武功极强者 他的剑上居然能散发光芒 一时间让光勇为之震惊 可他却在第一次任务中就死了 跟一名杀手同归于警 只因他武功太强 刺穿了杀手身上的霹雳弹 身体被炸得完全粉碎 经历过这些之后 光勇才误得了生存之道 不久后也得到了救魔刀 增加了他的生存能力 此时光勇突然被惊醒 石庄果然赶紧杀绝 派来杀手取他们的小命 杀手同一时间将马车捅穿 本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可下一秒他们就愣住了 光勇一把将张莲护住 大刀挡住了他们的袭击 石庄派来刺客对他们进行刺杀 不料受到伤害的却是石冬 还是被光勇一脚踹的 将他踹到马背上 然后再将怀里的张莲甩到马上 意思是让他们先走 光勇大刀一挥 将后面连接的马车直接斩了 马车被毁 可刺客还是不一不恼 光勇见他们走远之后 便一把拉住缰上 来了个紧急刹车 一人将刺客拦住 光勇好声好气 问他们是谁派来的 可这几个家伙不上来 二话不说就发动进攻 光勇十分生气 所以他们的下场很惨 而对此一点都不知情的张莲 则十分担心光勇的安危 况且还得知他刚刚喝了不少酒 石冬劝他别下操心 刚想告诉他光勇的身份 却不料已经赶上他们 光勇轻描淡写告诉他都逃了 不过也猜到是石装派来的 居然入侵到自家领地 张莲深知事态危急 于是加快前往客栈寻找默克 在他们离开不久 一帮人来到刺客的葬身之所 发现他们都不是被剑所杀 而是被马车掉落的木块击杀 领头的家伙邪魅一笑 看来张家真是招募到高手的 得提前对张家进行拜访了 光勇他们很快来到客栈 张莲给掌柜递过一袋一袋 直接表明是来找人 掌柜顿时两眼放光 联盟保证会帮他们找到 于是张莲开始给他描述起来 掌柜就想去寻人的时候 光勇却站出来补充一顶 张莲没想到他对短月刀如此了解 便问他和佩戴短月刀的人是什么关系 光勇也没有隐瞒 称那是曾经的朋友 张莲闻言顿时兴奋至极 想让光勇把朋友给家族介绍一下 可不料被直接拒绝 这个有点难 光勇突然变得忧伤 他很久以前就死亡 张莲没想到是这样 可又想起还有其他朋友也可以介绍 但光勇的回答更让他意外 因为他的朋友全都死了 此时掌柜找来 打破这尴尬的气氛 张莲看他没有带来有用的信息 便想亲自去寻人 然而被掌柜拒绝之后不知所作 最后还得是光勇出来帮忙 只要给他一盏脚踪即可 掌柜看到他背上的大刀 也不敢多说什么 而在外头看马的石冬 回想起刚才光勇敏捷的身上 就知道他绝非一般的高手 现在有了他的帮忙 石冬释放一百个星 不过此时他也想知道里面什么情况 却不料被贼人有迹可承 将他们的马儿偷走 想要换个酒钱 可还没等他们开始跑步 突然一根木棍飞来 将他们串在一起 狠狠钉在树上 一名男子出现在石冬面前 身上戴着两把短跃刀 刚刚就是他出的手 会引多年的武林高手光勇 因救命之人黄老的请求 从出江湖担任张家小姐的护卫 保护他前往客栈寻找默客 但是找遍了整个客栈 都没有找到那人踪影 还被一帮地痞流氓驱赶 张连也后知后觉 光勇用脚灯照应剑柄 查看内防之人的反应 越是高手越是冷静 出现刚才的情况 则表明里头没有他们要找之人 也只好回去等待 只不过张连现在都还没认出光勇 不知道他怎么认识黄老 还被请过来当护卫 当得知光勇曾在武林盟待过时 又有点小激动 能进去那里 都是本事失分了得知人 可光勇低调表示是底层人员 让张连大失所望 认为他帮不了家族 劝他赶紧离去 然而光勇有自己的打算 也并不想过多谈论这事 而是问起曾经 七克之人的断裂刑现在如何 不料张连立马让他晋升 武林盟主的名号不可轻易提起 光勇也是没想到 张连此时一脸敬来 现任的武林盟主断裂刑 以七克之身加入天众团后 救下无数人 铲除大杀星 光勇则觉得没什么 那也不过是一次任务而已 被隐瞒和被掩盖的任务多不胜数 被匣子蒙蔽双眼的人 死在了那些任务里 悄无声息地死去 在所谓的正义面前 连自己的内心腐蚀变黑都毫无察觉 段里行也只是活到最后的幸存者 可就在这时 一人被他们的聊天吸引 请求过来旁听 看到来人身上的短月刀 张连便知道来人是谁 于是同意他的请求 然而光勇却伸出脚拦住他 让他先报名号 告诉他这才是理数 默克只去失礼 不由一阵尴尬 正是向光勇他们介绍自己 就是他们要找寻的默克 只不过他无意间伸手摸到 引起了光勇的警惕 立即起身挡在张连前面 并表示刚才多有不责 默克内心十分震惊 就这一简单的举动 就化解了有可能凶险无比尊位 接着他便自来熟地坐下 质问光勇有没有听过 武林蒙向天下宣布 其组建的天众团 其实是杀手暗杀团 七克前辈们大部分都是天众团所属 这件事算是公开的传闻 最后还不忘问张连为何要准他 张连闻言摘下面罩 将所有的事情原由娓娓道来 不过默克那一脸的认真 还靠得那么紧 让他有些尴尬 然而默克让他继续 只不过他的神情 让张连怀疑他都没在听 果然七克性情中人 眼前这默克 听说只关心美人 所以张连直奔主题 希望他伸出援手帮助张家 没想他立马答应下来 只是有个请求 让张连在半个月后 和他一同前去某处欣赏美景 张连还以为他在戏弄自己 然而默克神情认真 告诉他那都是真心的 也让他别误会 只是单纯想跟美女去散步而已 并承诺无论如何都会协助张家 还不需要张家付出任何代价 我不奢求任何东西 毕竟英雄好色取之友 不过张连还是想看一下他的实力 默克表示无所谓 于是指明要与光勇对比 来展示自己的实力 看到他那么自信 光勇则是一副关爱的眼神 面对默克的故意挑衅 光勇当然是不予理会 张连也觉得默克此举十分无礼 他也只好向光勇表达歉意 不过让他更加猛逼的 便明白自己遇到高手了 然而斩棉花 已经成了张连检验高手实力的标准 于是也给默克安排上 得知规则之后 立即开始展示 默克一跃到半空 从容拔刀一斩 在他落地之际 迅速再次腾空 继续在空中移动 施展他那飘逸的刀 棉花在他刀下呈现不同形状 有碎成雪花的 也有变成一根根细丝 还有的变成梅花 而最让张连震撼的 是他用棉花写出自己的名字 张连看他手里还有一个棉花 就过去拿回来 光勇看到这种情况 立马挡在他面前让起退后 毕竟默克现在还提着刀 并且实力还很强 默克当即收回刀 将棉花递给光勇展示一番 在张连的请求下 光勇勉为其难地拿起棉花 将它抛到空中 五速无法地拔剑一斩 棉花顿时一分为二 场面突然安静下来 光勇使用的怪鸠剑 成功引起默克的注意 默克大人肯定能救很多人 不过小人能救的没有几个 默克斩棉花没有任何力 能斩断与否才是最重要的 纠结此事的张连顿时 茅塞顿开 不是如何斩 而是能否斩断 自己的力量就不了所有人 只能竭尽全力就一个 这话也让默克十分受教 直接任光勇做大哥 并承诺会竭尽全力帮助张家 还希望下次光勇 能让他见识一下背上的刀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还在休息的张连 脑海却总是默克身影 这也让他从梦中惊醒 当即想把说服默克的事情 告诉他父亲 可刚巧黄老进来 递给他一封信 是默克特意写给他的 将所知的情报告诉他 让他小心行事 并等待他来个英雄登场 一旁的黄老找急问他是何事 不料他还要装神意 黄老也不追问 而是问起昨晚光勇有没有添乱 张连立马想起 昨晚途中光勇还不忘喝酒 不过还是替他隐瞒下来 还告诉黄老昨晚他帮大忙了 黄老此刻才放下心来 而同一时间 时装来人 看样子就知道来者不善 完成任务回来的光勇 喝完一大罐酒直接趴地上 却并没有睡去 谁会成为靶子 这句话不停在脑海中响起 前不久的战斗场面历历在目 当时光勇随手捡起一个木棍 当作武器 将刺客的脖子刺穿 直接将其顺步 面对刺客的攻击 光勇纵身来个翻阅 来到刺客身后 同样将其喉咙刺穿 最后一名刺客还想偷袭 光勇于是抓起一根长棍 将他的身体动穿 刺客全数被歼灭 光勇不由陷入沉思 天众团将成为杀手目标的靶子 以及救下成为靶子的同伴 杀掉杀手的救援者 然而光勇没能当上靶子 当初三语时还问过他是怎么做到的 失去了那么多同伴 是怎么活到现在 并且精神一直没有崩溃 成为靶子的人 只需要和眼前的死亡以及恐惧抗争 但救援者需要面对养殖怪物 杀死杀手的任务 和拯救同伴的任务 三语时仅仅因为没救下十二个同伴 选择了自我了断 当光勇选择重出江湖时 还被张连发现了 而张连此时刚好来到大连 发现他兄长和父亲在争吵 他兄长拒绝父亲将那三个舞者 全都当他的护卫 然而自己妹妹身边连一个护卫都没有 无料却被他父亲痛骂于惹 不知道事情轻重 因为他也是时装重点关注对象 就在他为难之际 张连出来帮其解围 并告诉他们自己有护卫 是黄老带来的护卫 家主十分意外 没想到黄老竟然做到了 不想二位长老 竟怀疑黄老带回来的护卫实力不行 所有人都有背下的 家主更加激动 连忙让黄老带光勇过来介绍一下 可就在这时 时装少庄主不请自来 大殿上张家严阵一带 家主质问少庄主为何前来 不料他那冠冕堂皇的话 让张家众人觉得他十分无耻 原来是张家家主委派四长老 前往运虫山 找寻河山彭家的协主 不料还是被时装的人发现了 因此他们拿着事来问他 家主很是头疼 张家招募回来的武士是看不下去了 只是带了几个人 就敢在这里要武扬威 不过少庄主却是有恃无恐 他身后所谓的金大侠 更是嘲讽他们是刚出龙的小女 林子晨立即被激怒 出来喊话要较量一番 然而他还不知道 已经陷入对方的圈套中 一名壮汉抡起麒麟帝出阵 两人进行魅力的对拼 林子晨认为自己华山派的六花星 足以应对任何对手 于是率先发动攻击 对方壮汉也迅速大掌轰出 两掌对轰 整座大殿都在颤抖 对方壮汉直接被轰飞 林子晨也指不住往后退 看到这一幕 张家众人以为自己人祸盛 却没发现林子晨浑身在颤抖 闭脸的不可思议 而在另一边 石东匆匆打来 将光勇叫醒 喊他快去大殿 光勇拿起武器便前往 却突然停下来 经过一番询问才得知 眼前这家伙就是石东 光勇不由摸了摸他的脑袋 原来你就是石东啊 这家伙竟敢在光勇面前叫嚣 下一秒光勇便教他做人 四十米长的大刀朝他发去 不久前林子晨上去 与对方拼魅力 受了严重的内伤 才知道上当了 一旁不知情的黄真手 也深情出战 对方蓝猫来做他这次的对手 林子晨也来不及阻止 两人双掌已经对拼在一块 下一秒黄真手傻眼了 随即被直接轰飞 狠狠砸进墙里 张家众人大为震惊 这时那壮汉也不装了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张家家主神情十分难看 自家招募的护卫 两人已经受伤 要是对方直接发难 根本接不住 不过还好光勇大佬掐点灯他 时庄那蓝毛还想拦路 却在光勇那强大的气场下 不自主侧身让开 让他一脸猛低 明明没有让到的意思 却不知不觉退缩了 光勇来到家主面前 双手作一介绍自己 家主十分高兴 问他是否真的是武林盟出身 那少庄主听闻也稍微惊讶 光勇没有否认 知道是张莲对他父亲说过了这事 一脸忧愁的家主 问他有没有认识些牛叉点 光勇还是一如既往低调 让家主有点失望 这等情况下 也不编个理由彰显一下背景 震慑外人 这时那少庄主 对光勇身份很感兴趣 但是光勇没想理他 本就不爽的蓝毛 立马跳出来指责他无礼 光勇也没想到 他们如此喧宾夺主 随意来到张家 当自己是主人的口气也算理数 蓝毛此刻忍无可忍 提剑朝光勇冲过去 光勇依旧无动于衷 立剑来到他面前 可蓝毛却停了下来 如也难喊他回来 不要误了大事 蓝毛撂下狠话 乖乖收剑回去 只有光勇像没事发生一样 没有丝毫动摇 少庄主此时才开始表明目 是想要张家的云水山 但张家人怎会答应 云水山是张家祠堂所在的仙山 不过少庄主认为 他们没有拒绝的使命 他这次带来的是 威名远扬的铁键三下 果然这名头把张家镇住了 不单是那些长老 就连家主也有些动摇 张连看到这么糟糕的情况 希望光勇能有办法 光勇没有回答 而是在家主正要妥协之际 如此站了出来 眼神依旧那么淡默 看着那所谓的铁键三下 随后才缓缓开口 将他们真实身份 一一说了出来 光勇也没想到 五年前的武林沙儒 居然变成了铁键三下 张家长老们再次被惊主 武林沙儒又被称为英帝使者 独眼难看自己身份报复 立马吩咐两名小弟动手 张家护卫连忙上前阻挡 然而蓝毛却没有止住脚步的打算 一波灵活走位 完全躲开护卫的攻击 继续往前冲去 想要直接取了家主的血命 不料却傻眼了 光勇一大刀甩他身上 整个人被砸飞 不出手你当我不存在是吧 就在刚刚 时装少庄主带着所谓的铁键三下 来到张家不停吊销 不料被光勇揭穿真实身份后 还想要发难 结果蓝毛直接被大刀砸到墙角 此时那壮汉还要继续攻击 张家护卫一刀上去 却被壮汉蹲下堵 正当他要重拳出击时 光勇眼疾手快推了一把 将壮汉的红毛削掉 吓得他扑通坐到地上 护卫自以为是自己反应迅速 殊不知是光勇暗中帮忙 然而林子晨惊呆了 刚才的那一幕被他看到 这才认识到光勇才是隐藏的大王 此时独眼男还想动手 可下一秒就愣住 因为默克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旁 正在一脸微笑地盯着他 最后还拍了拍猛逼的他 让他止不住瑟瑟发抖 张连看到默克帅气就场 立马惊呼出声 独眼男得知他是默克之后 连忙招呼少庄主离开 不料被一群护卫拦住 还好家主还是懂大权 所以还是将他们拔出去 此时张家众人焦点都在默克身上 然而默克却发现 光勇不知到什么时候也离他 就在时装少庄主他们回城之际 忽然发生剧烈的颤抖 原来是马车翻落到悬崖 直接摔得稀巴烂 那少庄主还好只是昏迷 独眼男喊他们两人 快去探查情况 就发现光勇早就在旁边等着 原本就该死的家伙 甚至是本该死的最快家伙 这话顿时激怒他们 蓝毛还算谨慎 让他留意默克有没有在附近 光勇表明只有字子 毕竟这种小场面 他一个人足矣 此时独眼男敢来 告诉他们默克是真的不赖 蓝毛再也忍不住 提刀就朝光勇冲去 想要将其劈成两半 然而这一刀下去 却只是砍刀一个虚眼 而光勇已经出现在他身后 一剑上去便卡了他双腿 壮汉他们还在震惊之际 光勇已经将剑投掷出去 直接给那壮汉一个透心凉 此刻就还剩下独眼男 看到光勇手上没有剪 强装镇定以为有机会 然而双手却在瑟瑟发抖 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害怕 知道你为什么还能活到现在吗 光勇淡淡开口 因为弱 对武林盟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独眼男再也受不了这敌忧 怒让他失去理智 竟敢拔刀跟光勇比划 一顿操作猛如虎 将光勇击退 刚要面露喜色的他 下一秒就瞪大他的独眼 光勇用剑鞘挡下攻击 然而手臂的绑带被震碎 露出那隐藏的图头 独眼男还有点见识 认出那就是天众团的标志 光勇也很久没听过这个语言 为了奖励他 光勇朝他冲过去 吓得他手舞足蹈 而光勇已经跃到他上方 双手抓住他的脑海 轻轻用力一摆 只听咔嚓一声 一切就结束了 光勇神情依然不改 回头看了一眼三人 整整齐齐地倒在地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时装少庄主被人发现 当他看到这一幕时 背下的屁滚尿里 撒腿就拼命跑 然而他还不知道 光勇还在山上独自坐着 光勇一头扎进阁中 让陷入杀戮中的自己清醒过 接着整个人颓废而走 忍不住自嘲 之前他的弹主就叮嘱他 不要把资深的情感抛弃 否则任务结束后 他就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 而会沦为单纯的兵器 也难朝他发起攻击 让他原以为变得 麻木的杀戮之心 再不知不觉逐 反而更加灵力 他也察觉自己失去了人性 成了弹主担忧警惕的兵器 不久后他回到张家 那一片嘈杂声 又让他身陷唤解 之前死去的同伴 如同幽灵一般缠在他身边 不停跟他诉说 就连那爵士高手白仲剑 也来到他面前 一阵火光乍现 光勇忍不住一个猎气 浑身都在颤抖 还好这是一个男孩走来 将他唤醒 感受到张家人的热情 恢复过来后连忙赶回去 不过又想到默克 答应帮助张家 有期保护张连 光勇考虑是时候离开了 而被吓跑的时装少庄主 此刻又搬来不少高手 来打扫战场 这家伙还在瑟瑟发抖 老者则一脸不以为然 毕竟是默克 对付这三人绰绰有余 不够他们却有信心对付默克 然而这名悲弹主 并没有他们那么自拔 还在现场仔细查找现实 看出蓝毛被秒杀 壮汉备受打击后死不明目 他开始怀疑不是默克所为 在发现独眼男见任受死 便猜测出当时的情景 让他知道杀死他们的是另有其人 回到张家这头 两位长老则被张连为何让默克离开 张连解释这是为了更好保护张家 并告诉他们张家还有光勇这名高手 但两位长老却是吃之以鼻 张连有些生气 不说光勇武林盟出身 而且还是黄老信任之人 然而说弃黄老 两位长老更是气愤 认定他就是罪人 对他数落一顿之后 才愤愤离去 不料他们的谈话被光勇听到 他也没想到黄老在张家 这么不受人待见 为黄老暴打不平 一听默克会相助 但又没了 心思开始多了 一个家族的长老 居然在背后说外总管的坏话 张连神情黯然 黄老已经不是外总管了 因为九年前的金木商团 光勇听到这个名字 立马想了起来他就是那黄州 当时为了获得金木商团的情报 有说服过他 金木商团真实身份 是在中原收集危险兵器的杀手组织 而张家开采石岩的地方 有一种叫处石 是制造霹雳弹的核心材料 突然有天发生泥石流 石岩矿山被埋得无从寻找 与金木商团的交易也被中断 这一切光勇是知道实情了 金木商团就是被他灭了 自己也在那场爆炸中身负重伤 但他想不懂怎么会泄了黄老的事 张连告诉他不单是这个礼物 黄老在面对张家问责的时候 只说了一句话 说自己只是做了正确之事 改良的霹雳弹称他为爆炸 拥有大量这东西 江湖毕竟是一场兴风雀雨 当时光勇还拜托负弹主 将在这次行动后补偿张家 而提供情报的正是黄老 在得知黄老现在只是一个下人 光勇瞬间呆住 当初黄老请他出山时的话语 粒粒在面 你之所以还能见到我 还能和我这么交谈 就是因为有那些弱者在帮助我 光勇再也忍无可忍 让张连叫上那些护卫 我得给他们展示一番 黄老为何千里迢迢来寻我 即便处在战乱中 也要找我的理 我要亲自告诉他们我是谁 你以为我只是想一对一 而我要的是一对三 光勇为黄老颜面打擂台 直接一挑三 被看清的三护卫十分不爽 也就不打算留情面 林子晨率先一箭刺去 被光勇轻松一晃躲过 并一拳打在他的腰子上 将他轰了回去 光勇喊他们认真些 毕竟这场比试 光呼到他很在乎 三人眼神交流过后 迅速一动要将光勇包围 一拥而上来的夹击 光勇此刻终于出剑 一举便将三人攻击挡下 黄真手再度一剑枕下 光勇单手提剑挡 其余两人再来助攻 却被光勇一个翻身躲开 先是一脚踹林子晨脸上 另一脚再将一人踢飞 接着剑柄把黄真手捅飞 在三人震惊之际 光勇用力紧握剑柄 将剑插进擂台 地面顿时崩碎 碎石纷纷被震了上来 光勇对着碎石一剑回去 碎石在这一击下 劲数朝三人击射过去 光勇紧接着将剑一水 便换卧剑方式 并朝三人冲过去 林子晨害怕极了 连忙喊他别过来 光勇并没有理会他的无能好笑 一瞬间从三人之中掠过 三人顿时眼神迷离 整齐倒在擂台上 那两个长老被吓得老脸通通 不过这家伙还不服输 林子晨一把抓住他 让他看一下身上的梅花图案 其他两人身上也有 认识到差距后 三人不得不服输 张连此刻终于知道 当时在后院使棉花飞舞的人是谁了 光勇则让他转告黄老 今后能值得他炫耀的事情 而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黄老 早就已经十分欣慰 与之同时 二公子独坐一处 满脸的忧愁 想到张家被人上门挑衅 而自己只能躲一旁 就连自己的妹妹都能带来默克帮忙 这十外总管突然进来 之前得知彭家大公子就在山丘县 张家伟派外总管带上五千两名字 想去说服他 无料却遭到拒绝 并让张家派一个符合身份的人过来谈 二公子坐不住了 决定亲自跑一趟 而且还不要带护卫 来彰显自己的魄力 回去带上张家的宝剑就立马出发 而张连这头 正在给光勇介绍张家的势力与合作 光勇则一脸猛逼 十分疑惑护卫还得懂这些 对此不感兴趣的光勇是一点也没记住 张连正要说什么的时候 刚好黄老敢来 告诉他兄长的事情 张连十分理解兄长的心情 但是这其中的变数太大 必须要阻止他才行 此时张连有种不好的预论 而光勇闲来无视到处瞎光 刚好撞见林子晨在另一 想起不久前轻易输给光勇 让他认清自己的实力 而后三人都被秒 如此大的差距 让他快喘不过气 若一次呼吸内不能造出五道影 最好不要在三部内连接两个招式 表面看似华丽 但每个招式都有无数个含义 这就是梅花剑法 林子晨一下子没理解光勇这话 光勇也不做解释 这些话也是听他一个使用梅花剑法的朋友说 林子晨陷入沉思 五道影子是指五朵梅花吗 然而让他更不理解 是光勇竟然知道梅花剑法的惊喜 林子晨不由咧嘴一笑 是谁骗老子说张家没有高手的 张家二公子明知山游 却偏还要往红山行 我不其然 一人一马踏入陷阱 马儿的腿立马被缠住 二公子顿时从马背上摔下 还差点被暗器捅成篓 然而还没等他跑两步 一根树枝就抽他脸上 他直接就被鸡晕过去 不一会儿 石庄的高手才出来收拾现场 许久之后林子晨他们赶来 结果还是太晚了 二公子不见踪影 现在只有一匹马儿被吊在树上 这一情况让他们倍感同样 张家家主此时还不知情 正在九龙镖局与一名老者会谈 目的是要招募顶级强者 老者见他那么有诚意 便给他引荐笔迫戒僧还要强的破释 与默克同为百大高手的方爵大师 就在这时 林子晨他们急忙找来 外总管直接跪地 呼诉着二公子被劫持了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家主立马傻眼 看着石庄高手留下的书信和地图 知道事情缘由的家主 浑身指不住在颤抖 得知此时的张莲和光勇找到了默克 请求默克能否救出他兄长和四长老 默克并没有着急回答 让他先冷静一下 他们劫持二公子的目的何在 抓走二公子的卢房 最为精通机关之术 给你们留下地图 只是为了引蛇出动 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抓我 毕竟张家最棘手的高手就是默克 送走张莲他们后 默克小徒弟十分好奇 明明早已决定去救二公子 为何刚才没跟张莲说起 默克不由嘴角上扬 每人一拜托我就去 那我多掉价呀 女人从来不喜欢过度的帮助 我要偷偷帮其解决之后 再告诉他也不迟 这可是大学问 你还有很多要学的 就当他一脸干尽时 忽然间又生起闷气 刚才几人会谈过程中 他就问光勇有什么看法 问他觉得自己能否突破 卢房的机关术 看你一直犹豫可能难度不小 让两人顿时一脸猛逼 默克更是不服 这话听着 貌似兄长能轻易做到啊 光勇只是淡淡回了一句 我呢 这都要把默克起笑了 张家二公子被请 家主十万火急 请求方爵大师出手相助 方爵大师觉得卢房并不难对付 主要的问题是 他身边还有一个人 那个叫无阳的人 和卢房形影不离 实力不俗 利用机关之术战斗的话 能发挥超过自身实力的水准 两人都一致认为 这是一场针对默克的阴谋 用机关之术消耗他的铁 无阳在趁机出血 然而方爵大师却决定出手 对于阵法或机关之术 他也是有一定把握破解 于是他也不拖延时间 立即出发救人 而张连此时十分愧疚 因为自己邀请了默克 他兄长才想着为家族做点什么 得知他父亲又邀请了一位百大高手 便想知道现在跟时装硬钢的话 有没有机会能赢 但回想一下又觉得太天真 真希望家族有底级强者 而不是百大高手 张连趴在桌上伤心不已 等到他睡着后 光勇将地图拉出来 把他系在脑海里 看了一眼熟睡的张连 光勇转身离去 并将包裹大刀的不思思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光勇已经认可了 而且他还对陈维下人的黄老十分照顾 所以他带来的不仅仅是默克 还有顶级强者光勇 很快光勇就来到地图所在地 立马就出发机关 光勇转身躲开木桩袭击 后车再躲过例子 一个字字抖动快速前行 光勇回头看了一地的暗器 默默拿出身后的大刀 将它挡在自己前面 后面他也必须认真才行 光勇就这样提着大刀前行 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 突然地面上出现粒子 将光勇逼到半空 不过他后退一步后 继续顶着漫天的暗器往前冲 可这回他却愣住了 眼前的暗器蜂拥而至 竟是唐家密传暗器毒粉末 光勇也不敢拖大 立即在地上挖了一个坑 将自己掩藏在里面 等毒粉末横扫了过后 才缓缓爬起身来 而他的周围已经是一片狼藉 光勇继续前进 这时那吴阳终于出现 上来就报名号想吓唬光勇 不料光勇直接喊他走开 这一次大发慈悲饶他一命 感到被轻视的吴阳十分生气 不相信自己的名号不好使 一直在那嚷嚷 可突然光勇身影从他身旁掠武 瞬间就将他抛到后面 光勇看他追上来也不理会 毕竟他此刻也不想见习 但这家伙却一直纠缠 追上光勇后一箭斩过去 光勇连忙提刀挡下 不料大刀都被斩出一个缺口 光勇被他这做死的行动彻底打破 只见他眼睛再次放过 那这家伙的死气到了 光勇一人独闯陷阱 就张家二公主 破解无数道机关后 遭遇吴阳拦路 并将救过光勇多次性命的大刀 斩出一道大缺口 这让光勇忍无可忍 本想放过他一马 只怪他太不失去 此刻光勇不守反攻 不过这在吴阳算计中 只见他一脚踩下陷阱 术道暗器立即朝光勇袭去 光勇只好提前抽剑 将暗器击落 这一击也从吴阳面前滑 看到暗器还远远不满 光勇也不由停下攻势 才将这一波攻击挡下 吴阳则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还差那么一点 他就要隐恨当场了 光勇直言他运气不错 不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 说罢便再一次发起攻势 但吴阳不敢正面对抗 借助地形不停周旋 然而光勇一直盯着他不放 等来到有力地形后 吴阳立马进行反击 在光勇还没来得及反应之下 与机关配合 想一举将光勇拿下 就当他胜券在卧室 光勇反手握住剑 先将暗器击落 此时吴阳伴随着暗器一剑斩下 不料光勇迅速将剑一水 再次紧紧握住怪际剑 一剑横扫千军 剑矢顿时一份为二 但并不单止剑矢 吴阳也已经人手分离 不过光勇的眼睛 麻麻的暗器 他便知道有人先出手了 而且这人的速度十分之快 光勇大师紧跟其后 看着这些被触发后的机关 也有同样的疑惑 而在远处的少庄主和卢房 看到动静消失便以为成功了 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视野 卢房立马觉得不对劲 连忙拉着少庄主躲起来 光勇慢慢走近 只是盯了他们一眼 吓得他们趴在地上不敢动他 很快光勇就来到关押二公子的地方 一人立即拔剑发起攻击 可他动作实在太慢了 光勇的剑已经架在他脖子上 一剑划过 他遍布了无阳的后尘 下一秒光勇反手将另一人身体动穿 瞬间就将两人灭了 还有一人当场凌乱 光勇的剑已经在他脖子上 转了好几个圈 几人都还来不及拔剑 就已经排好队下地狱 不然光勇朝屏风处看去 随即将那柄短剑撂起 同一时间将他投射出去 直接穿透屏风 将最后一人定在屏风上 看到屏风后的二公子他们 光勇并不想暴露身份 正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默克刚好已经杀了进来 发现他还是蛮有实力的 光勇也就放心了 于是独自从侧门离开 很快默克便将二人救下 刚想解释不是自己救了他 方决大师也赶到来 默克刚又想要解释 但却被方决大师阻止 然后带着众人回去 只是默克没想明白 这到底是谁下的手 然而独自离去的光勇一脸疲倦 刚才造成的杀戮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导致他再也忍受不了 直接晕倒在地上 过往是天仲团团长的光勇 如今不仅就急速 发在草地上趴了一夜 之前还被人刻意抹去了他的存在 当时丐帮的帮主极力反对这事 但让帮主诧异的是 眼前的韩总管 竟从自己开始抹去 同时自毁双眼 只为了不想再目睹黄刚之物 并拜托帮主推举断理 形成为盟主 那位置需要散发光芒之人 帮主觉得其他事情还可以商量 抹除光勇这是他做不到 如此存在落的这种下场 连他不是天仲团所属之人 都火冒三丈 韩总管当即下跪 直言天仲团必须有人当上盟主 才能给死去的队员急于补偿 但帮主也丝毫不给他面子 揭穿他们只是为了 武林盟那卑微的自尊心 最初盟主之位的人选 不就是光勇团长吗 只因他出身平寒 从进入天仲团以来就非议不断 可就是他结束了和杀手之间的战争 用实力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然而他拒绝当这个盟主 那帮无耻之徒又开始张牙舞爪 为了杀他想尽了手段 但他每次都完成人物活着回来 这才掳获所有天仲团成员的心 成为了团长 面对着帮主的呵责 韩总管也不否认 帮主说得对 这一切都是眼瞎之人才能做得出来的 帮主听到这话顿时无言 其实帮主也清楚韩总管的品性 自挖双眼 表示从自己开始抹去 自愧之心无须言管 帮主最后不得不统协 但他有个条件 就是这是必须得到光勇的认可 却不料光勇早就做好决定 不喜欢掺和进复杂的漩涡里 悄无声息地离去 最后帮主也选择隐退 并将位置传给林世子 只因他是光勇见过的唯一一个继承者 想着若有一天光勇找到他们 起码能一眼认出他 这也算是有机会偿还他 光团长 希望你下半生能得到安宁 不再看到那令你厌恶的鲜血 但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如今他再次涉足江湖之事 第二天张连刚醒过来 便得知他的兄长和四长老都回来 其他人都认为是默克所谓 只有林子晨心事重重 昨晚他向张连汇报情况后 光勇就消失不见 到处都没找到他人 这时他刚巧到一处另一 突然在他剑尺处 发现了光勇的身影 林子晨连忙过去 却怎么都摇不醒他 等看到他的面容时 林子晨顿时被吓一天 不知过了多久光勇才醒过来 看到张连在自己身旁 便想着起身 不料被张连按了回去 让他好好休息 不过他这一次 躺了整整四个时间 张连让他不用担心 只是体虚之人 或过度劳累之人 常有的晕厥症状 但真正的原因 只有光勇自己知道 手不颤抖 现实与幻觉交叉的内部思念 与之同时 卢房跟时装庄主 汇报昨晚之事 庄主觉得他无用之后 便将他请了出去 只不过在离去的路上 碰到了之前的悲谈主 不免被嘲讽一顿 卢房却不在意 只是告诫他别高兴太早 等你见识了就知道 我为什么会如此无力 卢房留下中道后 直接离去 卑谈主继续去会见庄主 并给他带来的 求血恶人夜杀魂 阴阳语世赤鱼子 还有鬼手魔魂书尾箭 庄主被这些名号震惊到 可都是邪派的高手 顿时自信心十足 但卑谈主还是十分冷静 因为他知道除了默克 张家还有个隐藏的高手 当然他也有信心 一并解决了 这里的风景美如画 然而默克却无心欣赏 实话告知他徒弟 人不是他救的 当时有人破坏机关 消除所有危险 他一剑斩断了无阳的头颅 那人救出二公子后 就失去了踪迹 而自己只是捡了个便宜 小徒弟当然知道 那人不想抱 默克为帮其隐瞒身份 才收下这份功劳 默克十分欣慰 还好徒弟是懂自己的 便吩咐他前去调查此事 刚巧这时张连找来 两人闲听信步一阵子后 张连给他带来一个消息 张家准备拼死一捕 并对默克表达真诚的谢意 从那么危险的地方 救出他兄长 给了他很大勇气 下定决心 默克不由心生愧疚 便想将事情说清楚 不料黄老突然赶来打断了他 默克也只好 下次找机会再说清楚 这时林子晨找到石东 询问光勇现在的情况如何 想起昨天晚上那个情形 还有那张有血迹的怪纠结 和被划破的大刀 所以才十分的担忧 也想弄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现在光勇已经无碍 在张连的照料下恢复差不多 而此时的张连正被家主淫威受命 让他前去说服九龙标局 将所有兵力带回本家 张连犹豫了那么一会儿 但考虑到事态严峻 便毅然接下这个任务 带上光勇和默克一同前去 这让默克很是不熟 好好的二人世界 就这样被光勇破坏 得知张连还为他亲自熬了 默克则更加难受 很快几人就来到标局 两名互为一脸凶神恶煞 想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不过在得知默克的身份后 两人便更大了眼 张连也开门见山 张连流通的所有物资 都交给九龙标局护所 条件就是将所有的兵力 全部转交给张连 老头文言忍不住哈哈大笑 认为张连是个女儿身 并没有资格跟他谈论这些 不过张连早料到会是如此 直接将代表张连的家牌给他 那就表明自己得到家族大决 老头属实没想到会是如此 这便是张连家家主英明之处 想当初时装庄主还嘲讽张连 根本没有守护家族的力量 然而张连同样也有着 他们家族没有的东西 张连家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时装招募的高手开始制定战略 虽然这两人看起来轻浮 但别忘了其中还有舒伟健 可不是他们这种酒囊饭饱之类 只需一个眼神 就让两人乖乖闭上嘴 开始商讨这次行动计划 悲谈主让三人去遮雨客栈杀人 而且还是在既定的时间里 一个一个的杀 两人开始颇有意见 当看到满当当的银两时 顿时笑得何不拢足 只有舒伟健一脸冷漠离开 悲谈主不由庆幸 将他带来试个正确的选择 与之同时 二公子还在调查自己被救医时 自己的短剑沾满鲜血 却又被放入到剑鞘中 莫克根本不知道这把剑是他的 更让他疑惑的是 当时安静了好一会 莫克才进来解救他们 这些疑点让他不得不怀疑 真正解救他们的是另有其人 而张连这边为了收回兵力 线上早就准备好的见面 三个张家的银元宝 和一个罐子 里面装的是一个金元宝 送标主立马来的兴致 殊不知罐子打开 一条毒蛇窜了出来 张连的意思是 将其一并送给送标主 张连还给毒蛇取名为诗 送标主立马懂了 这不是单纯的礼物 而是张家和时装 就在这时 张连突然拔剑而起 对着正在吐幸福的毒蛇 一剑拍了下去 就如前面所说 小女没什么力量 和武士们不可同日而已 至今为止 一直躲在家族内 苦苦等待战争的结束 但是现在我也学会了 举剑准备粉朗 可惜我没有实力 连罐内的蛇都杀不死 只能献出礼物 但九龙标局完全不一样 所以敢问一句标主 你能帮我杀了这条蛇 拿走小女子的礼物吗 然而送标主 只拿起三定银元宝 并将罐子盖上 告诉张连他们 九龙标局有一个原主 那就是不打没希望的招 想让他出手 就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需要刺穿一切的毛 方爵大师就是那根毛 二是无论在任何攻势下 都能一一抵挡盾 默克便有实力当那个 而第三个则是 需要灵活应对任何局面的剑 宋标主就因为 他们没满足第三点 所以才不接受那罐金元宝 宋标主给他实剑 到时候带人过来即可 只要在二十秒内计 拜身后的两名户 便可通过验证 但让宋标主没想到的是 他所需要的剑就在眼前 张连看向身后的光源 给了他一个坚定的眼神 默克也打算展示一下实力 还表示二十秒太长 他只需要五秒足矣 借此来证明 自己才是与张连般配的男人 两人很快就来到擂台上 护卫十分不熟 问他如果五秒之内 做不到的话该如何 默克表示如果是那样的 就一辈子当他的弟子 护卫文言顿时有了干净 但并没有就此拖他 而是先发志愿 自己的一个刺剑被堵开后 紧接着一个回旋斩 可还是被默克轻松堵了 护卫于是横下心来 一剑抽了上来 只见默克一个后撤 同一时间一刀划过 两人过完招后拉开距离 现在已经过了五秒 大家都认为是默克输了 护卫折磨了摸自己的胸膛 手上就沾有淡淡的血迹 顿时让他瞪大了眼 没想到竟然是刀起 其余人也十分震惊 默克的实力果真恐怖如斯 他还能控制刀起 不然的话 与他对决的护卫早就身亡了 此刻宋标主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光勇的实力 到底如何 光勇在真剑对决中 竟然自封剑巧 这一举动让在场所有人都看不懂 想当初光勇一开始也没明白 为何是没有放弃武功 才会失去同伴 是因为武功会让动作幅度扩大 增加毫无用处的移动 导致自己在那一刹那死去 倘若放弃武功 用肩膀挡住最致命的一剑 同时还能击飞第二道剑 再从最后一剑 抓住瞬间击杀杀手的时机 放弃后就救下了同伴 归根究底还是基础不足 剑是用来刺斩坎的 可却总是距离于武功 若真想用武功 那必须先完美掌握基础 最后才有机会达到人间合一 不过即便如此 张莲还是选择相信他 还不忘大声为他呐喊入微 此时对方开始进攻 上来就施展突刺 看着对方利剑刺来 光勇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直觉他会告诉你哪把剑更锋利 哪个敌人更具威胁 哪里是敌人最薄弱的点 而所有的这些 都是来自于惊艳 等到攻击来到跟前 光勇终于出手了 竟是用剑柄扣住刺来的长剑 只听哐当一声 对方的长剑便被弹飞 光勇的剑鞘也激在对方的胸膛 这下不仅是镖局的人邓大脸 就算默克就感到匪夷所思 一招奇招制胜 将对手的剑插入剑里 快速拉转甩飞 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一股莫名的微妙感 让默克耿耿于怀 光勇一秒解决战斗 而自己却还要五秒 此刻那护卫才回过神来 就嚷嚷着要再彼此 宋镖主对此直摇头 张莲也不给他们机会 五者之间的厮杀 一方丢了剑 本就已经是败局 宋镖主也大方认输 并兑现刚才的承诺 九龙镖局将与张家并肩作战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好奇 光勇究竟是何方神圣 不久后张莲将九龙镖局的势力 带回张家 张家家主十分欣慰 在家族会议中 张莲将所有事情娓娓到来 众人纷纷感谢默克的帮忙 张莲也没忘光勇的功劳 黄老德之后也替他高兴 事情告一段落后 默克继续调查二公子被救一事 他徒弟已经查出荡蓝光勇一盘 第二天早晨在后山森林云岛 还得知了他是武林龙出身 默克心中不由了然 这一切就解释得痛啊 一秒击败人称三局的高手 他果然没有那么简单 不疑会张家二公子过来找他道歉 默克也趁这个机会 将事情的真相告知于他 二公子没有过多惊讶 本来他也已经有所回忆 就是不清楚何人将他救下 不过这件事还没调查出结果 但默克还是想在明岛跟大家解释清楚 然而二公子却请求他先别说 暂时接下这份攻击 那人并不想暴露身份 真曝光的话 时装那边肯定会做出应对 而现在自己这边也多了隐藏的一个底牌 岂不是更加有利 默克也明白其中道理 便暂时在忍耐些许时间 最后告诉二公子自己的判断 那人一定会是十大高手的水平 二公子离开后也继续调查 同样也得知当晚只有光勇离开 他知道自己要找的人了 而张连这边还沉醉在不久前的鄙视里 对于默克使用的刀器这种东西 有种不可言喻的心愣 一直在那不停手舞足蹈 只是光勇并没有理他 让他多少有点尴尬 不过张连并没有在意 毕竟光勇提醒他是知道的 而且他默默守护在自己身边 是那么的让人安心 在得知护卫林子晨是知情者后 二公子一大清早就找到 正在冥想修炼的林子晨 询问关于光勇的事情 林子晨沉饮片刻后 便如实告知 他是在早上修炼时发现光勇 并发现他剑上有血痕 和刀上许多刮痕 然后就是二公子和四长老回来了 二公子听完便明白了 不过林子晨提醒他 此时光勇并不想让人知道 二公子则希望能保护他 会在远处协助 尽可能不打扰他 不过最后还是试探性 打探光勇的实力 林子晨神情严肃 明白告诉他 光勇的厉害不是他们能想象的 等二公子走后 林子晨有点担心自己多嘴 但他又不想别人那样轻视光勇 这回来到光勇这边 感知有人靠近 光勇连忙挡在前面 发现是二公子后 他才放下心来 虽然二公子说是来找张莲的 但他还不忘 真诚地看着自己救命恩人 不过他并没有提起那事 而是感谢他能前来帮忙张家 之后两兄妹来到亭子里 二公子一个劲称诞张莲的厉害 张莲还以为他是只说回标具兵力之事 可二公子所说并不指这事 但他也没有说过 而是讲起半年前的往事 当时两人都希望有志强者 来帮助张家击退世庄 当初认为那只是一个梦 不曾想到现在实现了 只是张莲还不知情罢 二公子暂时也帮光勇隐瞒 而是问起他觉得光勇如何 作为护卫来说的话 张莲不由敏了名嘴 他时常沉默管言 偶尔语出惊人 又不会聊天 皱眉还特别凶 对金钱也不感兴趣 二公子听闻都无语吧 感情是一点优点都没有 不过张莲只是在先一后扬而已 单是一秒击败三绝级别高手一事 就表明他很强很值得依靠 二公子则是发自内心的认识 让张莲一脸的比拟 而在远处喂鱼的光勇 还不知道他们正在讨论着自己 二公子还是没忍住告诉张莲 光勇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厉害得多 不过张莲没明白其中意思 还认为比默克和方爵大师弱了那么一样 二公子则一脸意味深长 我是说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强大 不数任何人 是一直在梦里幻想的那种存在 这时光勇还在喂鱼 林子晨突然找来 光勇早得知那天幸好有他帮忙 作为报答 光勇答应指点他修炼 林子晨暗耐住内心的兴奋 此刻真要道谢的人是他才对 第二天张莲醒来 但他一晚上 都十分在意他兄长最后说的那番话 等他收拾好出门 被站在门外的光勇吓了一跳 得知他在这站了一宿 张莲不由责备他不需要如此 而光勇则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 毕竟他现在的职责是一名部委 张莲心头意满 于是帮光勇记好微博 拉着他一起去开家族会议 与之同时 时庄也在商谈 关于讨伐张家的计划 然而悲谈主并没有着急开始 先是询问张家家主的性格如何 庄主不由得意一笑 内似就是个无勇无谋之辈 庸才中的庸才 这次他也肯定会采取防守 殊不知他这次判断的大错特错 张家已经召集那么多兵力 不继续拘泥于防守 而要是主动出击 接下来就是作战计划 正当几位长老真问不休时 张莲站了出来 果然是金国不让须美 侄子开始把自己的计划盘出 将张家的子嗣转移到地府 里面有千余军事 能确保他们的安全 至于张家的下人和盛民 全部转移到遮宇客栈 这就是张莲所说的后方无忍 指的是让本家的人 转移到更后方 最后代表兵力的红棋子 张莲十分坚决落了下去 代表着将对时装全力出击 张莲在作战会议上运筹为吾 计划堪称完美 只不过他漏算了一个意外 那就是和他们关系恶劣的黄装 一旦和时装联合 他的计划就会化成泡 就在张莲陷入两难之际 二公子出来力挺他 告诉众人这不是什么难挺 和他们结盟岂可 黄装并非正统武家 当初想创建新兴武家 由于根基太浅 破章势力时与张家发生矛盾 所以二公子计划是 将两家交界处的商圈交给黄装 但是让出那么大的利益 立即引来了长老的意义 张莲直接骂他老胡 现在是要和敌人打仗 还追求什么利益 要是打输的话 其他的都毫无意义 但要是赢了的话 到时候整个时装都将收入囊中 这个时刻 两兄妹决定了张家以后的走向 同一时间 碑谈主得知张家家主的性格后 开始部署计划 两成兵力留守本家 八成兵力直指张家 其中五成将正面攻击 剩余的三成兵力攻打遮宇客栈 而前往张家那五成也只是阳攻即可 碑谈主的意义 是攻打遮宇客栈转移官府注意力 地府大人的儿子时常出没遮宇客栈 碑谈主已经吩咐协派的人在那引起骚乱 时装在派人向官府传讯 官府绝对会派人过去营救 到时时装三成兵力 在张家抵达之前解决协派高手 这样一来 就抢了张家的名声 哪怕下次直接开战 官府都没有干涉的名分 所以张家一定会进入两难 估计会派出默克这样的高手前往解决 而时装已经招勿了 足以铲除默克的高手 此时还不等张连说话 汪勇已经知道有张要打了 可就因为张家之前什么都没有 就得到了出兵的名分 和让时装开始松懈轻视 官勇此时才意识到张家家主的可怕 就在这时 方决大师过来找张连 不过官勇还是引起他的注意 刚巧二公子过来打断他们 方决大师也不再纠结 喃喃自语道 怎么可能还活着 却不料这话被二公子听在心里 来到夜深 官勇独自干了三大碗 可手抖的症状依旧没平息 想到战争很快就要打下 心头就忍不住厌烦 毫无睡意的他 披上张连送来的大衣 光勇连忙转身躲来 可不管他怎么闪躲 攻击还是不停袭来 光勇知道是碰到高手了 于是一跃来到半空 却不料对方依旧紧跟上来 这一刻光勇只好初见 两人在空中过了几百招后 才纷纷落回地面 光勇看着来人 只见他嘴角微微上扬 默克就知道他一直在隐藏实力 早就得知二公子也是他救的 但默克选择帮他隐瞒下来 前提是要光勇将真正的实力展示出来 既然默克都这般要求了 光勇也就跟他玩玩 这回同样没睡着的还有二公子 方爵大师那话让他百思不得其谨 可刚巧方爵大师来访 将自身所有的财物递给二公子 还有一张是平民村的住址 拜托二公子将这些财物分开每年送去 因为这些都是他从寺庙出来后结交的家人 而这场战争很难预测走失 其中的变数太大 谁都有可能在战争中死去 或许就会落在自己头上 不过方爵大师已经看待生死 张家之事他会全力以赴 为了预防遭遇不测 所以事先拜托二公子此事 二公子接受其请求 但他此刻也被一件事困扰 就是光勇的身份 方爵大师当然也记得 只是他认为自己看错了 不过在二公子的恳求下 方爵大师还是告诉他 那人叫柳一静 虽人只知道武林盟顶级势力天众团 却不知里面还分为杀手暗杀团 唯有天众团当中最具有侠义性 攻击极高者才能被选入其中 那都是隐藏在幕后的顶级高手 而那叫柳一静的人 更是出类拔萃的智强者 现如今大家也只知道武林盟主断理 却早已没有他的传闻 当初他一举之力 结束与杀手之间的战争 本能当上盟主的他只因缺少资犯 让人拜托丐帮出手 将他的存在回去 方爵大师认定他不可能活着 是因为当作救标的人 绝对不可能生还 当初在暗杀团中 他职责是拯救目标队友和铲除杀手 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地狱 也杀光了地狱的所有杀鬼 然而最不能接受的是 前一刻还在嬉笑打闹 鸿生共死的同伴一一惨死 实力越是强悍 内疚感就越强 每次任务失败 都会归咎于自己的武功 到最后 就会拔刀刺进自己的身体 以此谢罪 然而默克对此一无所知 还在危险的边缘疯狂事态 光勇到现在都没有怎么出招 只是将默克的招式挡下 不过默克是铁了心 要逼出光勇的真实实力 一刀一剑不停交锋 默克抽刀将光勇逼退 光勇趁机一个灯部拉开距离 不料慢了半排 被默克追上 在半空中继续对决 光勇同样一剑将其抽回去 默克依旧不放弃 犹如炮弹般再次冲上去 光勇立马旋转长剑 将它紧紧握住 狠狠朝默克斩去 危机之下被默克挡下 默克用一把刀反击 却被光勇用剑柄扣住 这时默克一脸轻蔑 光勇的表现让他大失所望 两人再次拉开距离 默克十分不耐烦了 你准备让我等多久 但光勇只是低头不作声 只不过他彻底被逼红眼了 还好张莲及时赶来 不仅让默克免去了一顿毒打 还获得张莲亲自做的抖 只不过光勇现在十分难受 抛开他俩独自离开 默克还想与张莲一起去庭院散步 不料张莲也急忙跑开 留下默克一人直呼太无情 可当他回忆起光勇那眼神 他身体就忍不住站立起来 而光勇这回还一直静往头上浇水 让自己恢复瓶颈 他已经有预感 自己这副躯体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第二天他找到张莲 发现人没在房间 又看到昨天那抖力 他便鬼使神拆带上 刚巧张莲回来吓了他一条 还强行解释什么事都没有 却遭到张莲无情拆穿 他气急败坏的神情 让张莲跑步大笑 不过闹归闹 张莲还是拉他坐下 将他长发盘起 因为光勇的到来 才让他遇到默克 还成功说服九龙标局 让他在如此严峻的情势下 依旧能很开心 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人救世 感谢你来我们家族一直帮我们 我的护卫大人 不过光勇的心情却很复杂 只好跟他约定好一件事情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消失 希望你不要太怨恨我 张莲刚要追问是什么意思是 二公子突然闯了进来 因为时装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战争的号角飞响 时装出动大批兵力 只取张家 而张家也开始行动 张家子四等人前往地府避难 其余下人和氏女们纷纷赶往追雨客栈 等人员都疏散完后 黄老就让光勇一同离开 毕竟当时请他出山 是要他帮忙拖延时间 而不是让他也参与战争 光勇没想到他都打算好了 也没说什么 表明他离开之后再走 这话把黄老整的都挺不好意思 只好转移话题 询问光勇的梦想是什么 不料光勇的回答是能活得久一些 这话又把黄老整不回了 此刻正在赶路的张莲 因为没有光勇在身边 一直心不在焉 二公子则担心石庄会不会攻打这余客栈 不过一想有光勇在那边 就十分的心安 而另一边的默克和方爵大师 正带领一波人马攻打石庄 很快就摸到对方的营地 方爵大师申请先出手 便大摇大摆走出去 部位不由警惕起来 大晚上哪来的脱头 这话可把方爵大师惹毛了 通上去就将他们按在地上摩擦 直接一拳一个 营内的士兵听到动静 很快也加入战场 然而他们来得正好 默克等了那么早 还愁着什么时候能共手呢 来到遮宇客栈 张家下人都已经来到此地 顿时一片嘈杂 这时大门被轰开 时装雇佣的协派两人闯进来 书伟剑则在客栈外头等待默克 而里头两个家伙 上来就干掉了两人 给他们下达最后通牒 没过半课中就杀一名 远处一人目睹了这一幕 连忙从后门出跑 在黄老他俩正准备离开时 那人终于赶到来 告诉他两遮宇客栈发生的事情 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又有几人惨死在他们刀下 得知情况后 两人快马赶过去 不过黄老由于担心过度慌了事 一直在那胡言乱语 任凭光勇怎么喊都听不见 光勇索性停下让他冷静 然而黄老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光勇不能让他继续这样下去 突然一声吼道 黄中三果然将他拉了回来 你可知我为何知晓 这个只有你叔叔才知道的 知道此名的我曾经做过何事 在蒙里是何等地位 黄老哆哆嗦嗦回答道 高位 没错 光勇当初所在的位置比谁都高 接受的任务更是无比凶险 抹杀几个黑道之人不在话下 黄中三 我能不能做到 黄老再次被这么一吼 顿时找回来信心 并坚信光勇一定能做到 光勇眼神更加灵力 我能做到 并且我足以做到 说罢便策马火速赶往客栈 黄老回过神后一直十分内疚 不过又好奇当初光勇隶属于谁 光勇回头告诉他是武林盟主 杀人者人横杀之 光勇也让他们尝试一下痛苦的滋味 就在不久前 两家的战争爆发 黄克上来就收割了两颗头颅 剩下的士兵还一捕脑朝他攻过去 方决大师一拳将其放倒 另一边战斗也十分激烈 林子晨三人也没有拖后头 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 已经将他们刺成马蜂窝 等外头完事之后 黄克带领众人攻进去 却遭遇一名聚兵拦路 方决大师一人留下对敌 其余人则继续深入敌后方 方决大师随后捡起一根长毛 然后自顾自耍了起来 完全没有把眼前的聚兵放在心上 同一时间在客栈中 邪派两人已经杀红颜 看到他们还要继续动手 石冬终于忍不住了 站出来大声喊他们住手 告诉他们已经离死不远了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被一把拉了出来 这家伙决定先送他上 就当剑要朝石冬落下时 光勇直接破窗而入 一同将想要杀害石冬的家伙撞飞 即便这家伙挡脱 但在光勇如此强大的气势下 身体忍不住在颤抖 最后再也顶不住 只好自己借势赶紧后撑 光勇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看了一眼那些被他们残害的人们 便吩咐石冬让其他人后退 敌人还敢趁机将其包围 还没发现光勇愤怒得手在动 直接开启战斗模式 宣布他们的死亡 两名家伙提刀砍下来 光勇却连看都不砍 刷刷就是两剑上去 就将两人解决 剩余那些家伙一拥而上 光勇一剑收割一颗头颅 两剑就是两颗 快得让他们迫不及防 等他们开始反击 光勇早就一个灯部闪开 再回首一剑将两人双腿斩断 然而这都还没完 光勇一剑将两人串起来 将他们钉在天花板上 这时黄老组织他们疏散 被这两个家伙发现 想要过去赶尽杀绝 可还没等他跑开 光勇的大刀便将其拦住 你们一直觉得自己是最强的 屠杀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现在我就让你们知道 自己究竟有多渺小 光勇的劝阻就上去锁 不停朝光勇规剑 可根本就碰不到光勇 等这家伙奋力往前刺去 光勇转身躲开 并迅速来到他身后 同时解开披风巢旗鼓去 将他整个人勒紧 再一把将他手中的剑朵 从他后背刺进去 很痛苦吗 这点程度就喊头 就太对不起 被你们残杀的无辜之人了 说吧光勇直接将其身体动穿 才将他扔到地上 而他的同伙趁机 劫持地府大人的儿子 来威胁光勇不要轻举妄动 只不过地府大人的儿子 十分有骨气 竟不管自己的生死 让光勇直接动手 然而光勇也不受他的威胁 让他试试看 究竟是谁的剑更快 加上光勇那恐怖犀利的眼神 这家伙紧张得头冒冷暗 与之同时 远在地府那头终于也收到消息 张连他两担心的事情 果然还是发生了 对光勇实力一无所知的 估计也只有张连了 得知客栈被袭后十分自主 本为了避免伤忙才这么安排 却不料起了反作用 二公子连忙安慰 他那头有光勇在 他绝对能力挽黄澜 看到张连依旧不相信 二公子也只好把是光勇 就他的事实说出来 光勇一直没显露实力 真正的实力 不是他们能想象的 如果光勇都救不下来的人 那也没有谁可以做到 在他们赶来之急 客栈这头的战斗 已经到了尾上 光勇此刻不顾逼紧 就在这家伙关注点 全在光勇身上时 石东找准机会 冲上来撞了他一下 不料这家伙还敢 对石东出手 光勇立马上前 将剑架在他脖子 并把他狠狠撞到墙上 随即一剑 从他的脖子抹过 光勇大手 还紧紧将其捏住 把他的手臂狠狠一手 接着就是在他身上 一顿乱刺 这一幕可把黄老两人吓到了 可光勇却不自觉露出邪想 等到将他刺成篓子 才停下来 这个时候书尾剑刚好进到来 光勇立马带着他 冲到客栈外 一时间两人就过了数百招 导致书尾剑压力很大 一直被光勇压着打 他也不得不先退派 不停缓着粗气 只不过现在光勇身上 散发的气息恐怖如斯 在书尾剑眼里 就是一头可怕的怪物 自知不可敌的他放弃抵抗 并将所有事情全盘拖出 请求光勇能放他一条生路 他便立马离去 并前去让石装的人撤兵 还好他如此失去 光勇决定放他一马 书尾剑头也不回地跑 与之同时 石装庄主此刻很慌张 没想到自己会被张家算计 正当他们要撤离时 他的属下就被抹脖子 原来默克他们 已经攻陷了这个地方 而外头的方爵大师 还在与聚兵交战 聚兵抡起大砍刀 两人再次交锋 无料方爵大师的长枪 被一刀砍断 他也只好先避之锋芒 然后快速掉转枪头 直接将敌手身体动穿 结束两人的战斗 只不过方爵大师刚停下来 就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这让他心头一震 回到客栈镇后 光勇将邪派全部解决 叮嘱黄老将人转移到其他地方 然后再向他借了一匹马 没有再和黄老说些什么 独自快速离去 等跑远之后 光勇浑身止不住在颤抖 难受的整个人蜷缩起来 但又不自觉冷笑 没想到会有这一点 只有杀人才能让自己感到信任 从小他就崇拜武林中人 除强服务 也想成为那样的英雄 于是拿起剑开始修炼 却成了如今这个模样 变成了一个只会杀人的工具 现在的他真的就是 为了活着而活着 整个人生都毫无意义 所以到最后 都没能从之前走出来